今天我买了这么多猪皮 我把这个猪皮 这猪皮5块钱一斤 洗一洗刚才泡了 完了我搁锅里烫一下 完了把上面的油给刮下来 把猪皮烫一下 烫完了以后 现在给它 上面的肥肉给它刮了 肥油 掠一会 裹出来 底面的肥肉 的肥肉 先裹the 屁股 先裹 89 来 1 好 这上的一点 一点毛也没有 要有毛就刮一下 肉皮都切成丝 在锅里焯一下 煮一下 把这个汤冷掉 煮完这个汤冷掉以后 皮冻是透亮的 一定不能让它混浊 煮一煮给它捞出来 换水 要开了 开完了以后把这个水倒出去 把这个肉皮冻给它捞出来 这个锅开了 我把这个肉皮捞出来 头一下 把它头干净了 再搁锅里煮 给它头干净点 要不这个汤浑浊了不太好 多洗两遍 洗干净了 再放锅里煮 锅里是水 放的水 清浪浪 我里头什么调料也不搁 就稍微放点盐就行了 我也不放酱油 什么也不放 白颜色的 不放调料 现在就搁锅里 盖上盖子去吧 开锅以后 小火慢煮就行了 我这个皮冻煮了很长时间了 你看这皮冻 这个汤 还不是特别黏 这个汤 应该拉细 那是最好的了 但是你看到里面 显得挺粘稠了 差不多了 其实这样也行了 你看 我弄的皮冻 煮了一大锅 好 好 看 这是我做的皮冻 分开看 看懂吗 嗯 啊 这皮冻做的啊 嗯 可以说是啊 特别硬了 这个 基本上全是那个什么了 嗯 全是皮了 嗯 本来想给它熬的啊 让它透亮的 嗯 为啥这个 皮冻为啥没有透亮 就因为肉皮太多了啊 肉皮多 水少了 所以熬的熬